大家好 首先要告訴大家我跟A的推薦呢 也會分開進行 那也就是說大家兩個月呢 就可以看到一次的推薦主題 那我的推薦呢會以韓劇為主 那有時候也會推薦大家一些 韓國的綜藝 如果大家在無聊的時候啊 看你美劇或是台劇的話 也非常歡迎加入韓劇的行為 那就不要摸鬆我們立刻來看一下片單的部分 今年呢我還看了一些 2019年的韓劇 所以呢包含上一季所推薦的 Watch Your 揭秘者之外呢 我這次要推薦的熱血韓劇 金牌救援也是去年的劇 再來是輕鬆小品系列 描述同組的檢察官們在審查案件的時候 所發展出的小故事 以及檢察官內部體制的深刻描寫 另一部是非常適合女生來看的浪漫喜劇 以女主角的角度呢描寫非常多 生活化的愛情小事件 是一部平淡中會帶給你不少體悟跟歡笑的好劇 最後呢是愛情的系列 老實說呢 德魯娜酒店以及愛的迫降 都是我拖了好久才好不容易看完的 在德魯娜酒店的部分呢 本身的題材以及前段的故事鋪成都非常精彩 那後面的收尾呢 我個人覺得並不是太緻密 但是喜歡這類新鮮題材的人還是可以看看喔 那愛的迫降呢 雖然很多人在這一次都成為了選兵嫂 但我覺得這部韓劇裡面最值得的看點呢 就是南北韓文化以及生活上的差異很有趣之外呢 其他情節都比較沒有吸引到我 甚至在很多愛情的部分我真的是大肆的快轉 但是喜歡愛情劇或是已經成為選兵嫂的人呢 還是可以選擇把它看清楚 那2020上半年呢 首先我們來看到兩部醫生劇 浪漫醫生的第一季呢 我並沒有看完 因為人設的部分我比較喜歡第二季 看男女主角還有金師傅的互動是最大的看點 而裡面的醫護人員跟各種病患的互動呢 當然是既專業又觸動人心 再來是在韓國大熱的機制 醫生生活 講述同醫院的醫生五人幫呢 對工作充滿熱忱的他們 從學生時代到出社會所有大大小小的故事 有感人的部分呢 也有感情糾葛 看似劇情有點平淡又有點日常 但是每個角色之間的火花真的非常精彩 再來我稱為大老闆養成季 梨太苑Class 雖然受到大家的歡迎 但是我也是前面跳過了一些劇情 直接看精彩的部分 因為這不是現實生活會有的情節 所以讓我整齣戲都滿不入戲的 只能說這一部的話不是很合我的胃口 逆轉命運的一年呢 是我意外看到覺得很不錯的 劇情逆轉時間回到生活的前一年 以為是一種幸運 但是慢慢發現一切的事情似乎存在著陰謀 情節呢非常緊湊又不脫戲 真的非常的推心 再來是行暗劇以及刺激的系列 Netflix出品的《施戰朝鮮》 這真的就不用多說了 故代版的《博師爽片》 睽違一年多的續集呢 雖然說評價有點兩極 但是我覺得承接上一季 這一季到處很多 博師病毒的源頭啊 以及生死草的秘密 劇情一樣就是很精彩 而且大戰博師的場面 也還是熱血沸騰 而棒法呢 對於那種不喜歡血腥恐怖的人來說呢 可能要三思了 劇裡面呢 沒有什麼故意嚇人的情節啦 但是主軸 因為還是詛咒別人的黑巫術 所以裡面的畫面 步伐一些詭異死法的呈現 雖然這種邪術的題材 已經不是第一次拍了 但是這部的氛圍抓得非常好 而且還融入現代人的社群使用的情境 結尾呢看起來是留下了伏筆 沒意外的話還會有下一季的出現喔 那接下來的四部 《如實陳述》 《無人知曉》 《Leganne向著臨時》 還有《Memorous》 這四部呢 都屬於刑案劇的部分 《如實陳述》的話 比較偏重於案件的描寫 以及主角警察個人的一些故事鋪陳 那過程中出現了一些變態殺人的劇情啊 也是緊張感十足 而《無人知曉》的主軸呢 主要在教會和學校之間牽扯上的一些案件 在無人知曉的地方 很多事情慢慢清洗了單純高中生們的生活 所衍生出來的故事 而後面兩部《行案劇》呢 都有加入一些超能力的情節 包括能看見死亡的能力啊 以及能讀取記憶的能力 因為兩部的Bug比較多 所以想了解這類型劇情的人呢 可以再去搜尋喔 這一次的鼓吹是前面提到的金牌救援 我看完這部的感想 就是要立刻推薦給所有我熱血的朋友們 但是為什麼要推薦給大家呢 以下提供三個看點 劇情講述 男公民所實演的球團團長 來到了墊底職業棒球隊展現自己能力的故事 而故事的時間線呢 並不是在球季的時候 而是在一個球季的結束到一個球季開始 中間的準備期 所以你可以看到男主角為了改造球團所有的擊斃 而在這期間呢 受到同儕啊 或者上司的排擠跟打壓 但他還是用自己的步調 跟自己的風格 成功贏得所有人的認同 整部劇的節奏明快 而且有非常多好笑啊 也有很多令你揪心的時刻 看完這一部呢 你真的會覺得你跟著男主角 還有裡面所有的角色一起經歷了這一段成長的故事 第二點要推薦呢 就是男主角的演技 說到男公民的話呢 他就是演技收放自如 演什麼像什麼的一個演員 那我認為他挑戲呢 其實都不會挑一些太落於俗套的角色 那當然呢 他也挑戰過也 暖男殺人魔這種反差的角色 他的戲路廣啊 而且不設限 而在金牌救援裡的男公民呢 更是把團長這個角色詮釋得非常到位 這個角色呢 他不是跳脫真實的神人 而是經歷各種困難和衝撞 才走到最後一步 這種貼近人生的角色設定 是這部劇很大的成功點 而第三點呢 就是角色互動的部分 這部熱血劇呢 透過角色之間的互動和故事 講述出很多感動 或是受到環境影響 而產生誤會的友誼 在一對帥哥當中呢 當然少不了的就是Boris 透過相愛相殺的過程呢 還有從互相抵觸到彼此諒解的心路歷程 為這部戲加了非常多的分 也是我非常喜歡這部劇的原因 每個人呢都不是完美的 可是如果我們把彼此的力量 集合在一起同心努力的話 絕對會帶來意想不到的豐收成果喔 我來推你一把 感謝這次的收看 那要記得訂閱按讚跟分享我們的頻道 還要看幾首鈴鐺 那希望大家給我們更多的鼓勵囉 那就下次見 Bye